小贩中心恢复堂食的首个周末 入选米其林平民美食榜的一些摊位 有不少的顾客慕名而来 有小贩的生意额两天增加了50% 记者蔡可汉报道 30岁的黄曼淫和28岁的黄炳俊 为家族生意投身小贩行业 疫情之下他们收掉了10个的摊位 后来玉琅鱼港关闭 鱼工受影响 卖鱼汤的姐弟俩再度面临考验 入榜的消息对他们来说 犹如注入一记强心针 位于旧机场路熟食中心的摊位上榜后 午餐时间一度出现人龙 业者说来了很多新面孔 生意增加了一半 前段时间 一顺中邦巴沙出现冠病病例而关闭 连带影响到熟食中心摊贩的生意 这个档口榜上有名后 同样吸引顾客大老远而来 另外玉华村熟食中心的这家烧腊云吞面档口 等候时间从往常的30分钟变成一个小时半 中文章 中文章